接上一个视频中我们讲到 康特还在大山里找人 现在其实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处理 不能任由妈妈真的在那里建房子了 这个消息要是让阿祖法知道 对他来说心里更加的难受 还有这里的地皮都是阿祖法辛辛苦苦打工买的 康特没有权利就这样 把这里的原来属于阿祖法的东西都给妈妈 这样子只能是更加的让他失望 康特到现在都没有 为这件事情和妈妈有个实质性的对话 也没有提给钱补贴的事情 更没有说要把这里的东西都推掉 昨天都是老者帮他说的 所以妈妈气焰高涨 她认为老者没有权利 康特对于这件事情确实没有表过态 或许他是想等找到阿祖法再说 可做什么事情都讲究趁热打铁 这样子越拖下去越不好办 或许在康特的心里就知道 他没有能力要到钱 可他又不忍心把这里的东西都推了 毕竟留给妈妈用的话 也是节约他们家自己的钱 在他潜意识里他的就是妈妈的 说明从始至终 他没有想过要和他一刀两断 永远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他真的这样想的 那阿祖法真的是太被爱了 他掏心掏肺地对待康特 到头来却是这个结果 现在也知道为什么阿祖法不打电话给他了 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丈夫 他永远无法对自己的家人狠心 阿祖法从来不让他去二选一 可能他也觉得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康特不会舍弃自己的妈妈 这一点是他不可能改变他的 康特今天在一次无功而返 他决定去找老者 问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线索 老者果然在工地上 康特和他说 我在外面找人都没有找到 真不知道阿祖法去了哪里 老者其实有千言万语要和他说 但是想了很久 他说我也没有他的消息 你再耐心找一找 老者这样做也是有他的苦衷 他是想要让康特吸取一点教训 他这么轻易找到 他还是不懂得珍惜 再说了他也答应阿祖法了 让他再考虑几天 但是老者又没有把话说死 他说我拜托别人也在留意阿祖法的线索 你明天等我的通知 阿祖法